你心目中最爱的跳水CP是哪一队呢 相信许多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但今天我要解说的这队组合 他们虽然合作的次数不多 但却仅用一场比赛就让所有人记住了他们 让大家知道原来这项运动可以如此之美 2018年6月4日 坐标湖北武汉游泳体育馆内 这场国际永连跳水世界杯 男女混合双人势力台的决赛让所有人备受期待 作为15年刚刚设立的新项目 这是混合势力台第一次出现在跳水世界杯的舞台上 不仅是观众 所有国家队都非常重视 他们派出了自己认为的最强男女组合 想在这个新赛道中拿到一席之地 当然我们中国跳水梦之队也是大胆地启用了新组合 派出了来自广西的小将练军结和来自陕西的选手斯雅杰 这是两位小将第一次合作 他们不仅要克服这个新项目的难点 更要应对来自各路群雄的发难 不过从他们充满自信的眼神中 我们已然知道了答案 接下来请大家搬好自己的小板凳 准备好啤酒花生瓜子饮料 我们来看两位中国小将经验事件 首先出场的是来自美国的组合 让我们看一看他们的开场